明年偏向交主法的問題 南大管理的核心因素漸漸變成 目前20人以來 郭秀已經有14宿 為了確保合同的受告款 感謝農會交友主管 南大管政府交友處特別拜會 郭新鄉公訴 討論收好專業的好行程 郭新鄉長區美人表示 希望國府要選擇跟長作交通 這會等感謝無必要的五次 南大管政府交友處人員 以及郭秀向來 很多位郭秀校長 做會來拜會郭姓鄉長 就無前向來郭秀教學主管 學生認素在20人以下 學校未來的專程來進行討論 有時候一個班級只有一位學生 他是缺少了這樣一個 同儕互動的機會 對孩子的一個學習發展 都是很不好的一個影響 所以我們在談這個小校轉型的時候 最重要的是 我們的孩子受教權的保障 讓他們有更好的一個教育的選擇權 同時也能夠保障他們的學習 跟我們搭學校是一樣的 郭秀向南港傳有兩所國秀 不過這兩所學校的人數都很少 同樣國秀目前只有八位學生 南港國秀有十一位學生 雖然學生數二十人以下 我們會去做評估 但是不是只有學生數的因素 包括交通距離的遠近 尤其是在偏鄉 像仁愛信義 這個一個學校到一個學校的距離 都是超過二三十分鐘的車程 像這樣的學校 是無法去做一些 小校的一個轉型的部分 所以在這些很多的條件 我們都要去考慮 可以對管府的專程給予 希望教育的家庭要先開講聽話 讓學生的家庭有表達意見的機會 我們就願望說 教育局對我們那裡的收校錢 我們不可以隨便說 就來放棄說 來賓銷出去 因為我們山區的交通 種種都很不方便 就願望說 你的配套設施 我們教育局裡面的配套設施 做後料 公聽會做料 配套設施 都做後 我們就來談這個病校的問題 我們也認同教育處 他的就是教育理念 然後要下去做改善 可是最重要的 我們還是希望說 可以多跟我們的 就是區域的學校 能夠多的家長多溝通 那大家達成共識 看如何能夠讓我們的小孩子 受到好的教育 南大管政府交由儲標時 希望消耗轉型的出發點 是為了他 給學生的受夠款 不是單純是他學生人所 或是這生的 公共的角度來做可能 記者輸入聚 碰巧 完成 請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